檸檬茶的天花板是什么? 不是鸭屎香吗? 那你没有创意吗? 花江鸡香不如鸭屎香 没有什么比鸭屎香还鸭香的 那就是天花板上的吊灯 十里香檸檬茶 十里香是什么? 十里香它具有大红袍的高级严韵 好珍惜哦 它还会比鸭屎香的滋味更加的浓厚 除了香还是香 而且是巨香 我们按照1比25比10的一个比例 先称取十里香茶叶 称取25克的十里香茶叶之后 加入625毫升的开水 然后计时10分钟进行泡茶 好了时间到了 我们把它过滤到250克的一个冰块上去 最近新研究了一个柠檬茶的一个做法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们先称取茶汤250毫升 加入45克的冰糖浆 把它们搅拌均匀备用 现在我们切取60克的香水柠檬 就不用切那么厚的了 只需要维持在0.5cm就行 加入60克的香水柠檬片 不用加冰锤啊 直接去锤它 但是记住不要把它给锤烂 它只需要锤出汁水跟香气就行了 锤烂的柠檬之后 我们加入200克的冰块 把刚才调制好的一个茶汤直接倒进去 然后进行二次的一个锁香 我们进行20次的一个搅拌 搅拌的制作就是为了要凸显它的一个茶香 不要被柠檬的一个酸度 因为雪克而盖住 这杯10里香柠檬茶就做好了 喝一口 哇天啊 今年各大柠檬茶大户 不要错过这一款10里香茶底啊